10月28日,市長候選人盧秀苑及市議員候選人顏利民聯合造勢會場遭無人遙控機干擾處置狀況 活動現場由援警於18時30分去至19時30分指 通報會場上空發現無人遙控機 共3架次進入會場上空 輝行高度約50到100米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99至14第一項第5第6款規定 無人遙控機不得於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不得於日落後至日出前之時間揮航 且確認主辦方亦未依法提出申請於活動中使用無人遙控機 本局遙出動行事警察大隊無人遙控機干擾設備 將三架次的無人遙控機已導致地面無事故發生 無人遙控機配合政府 不會有任何天空 無人遙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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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遙控機